當然黃舊生可能認為說有蘆薈幫了他的忙 可是這個蘆薈它到底有哪一些的作用 你可能在服用的時候又要特別注意什麼呢 先告訴大家的是蘆薈它有一些功效的 比方說像我們有看到蘆薈有凝膠 凝膠的這個蘆薈它可以改善皮膚的狀況 比方說像是有皮膚乾癇這種問題的 那麼蘆薈可以改善 另外還有就是它有益於傷口的修復 因為最主要是蘆薈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環 降低細胞的壞死就可以加速傷口的復原 好再來就是它也可以改善青春痘 這同樣也是一個皮膚方面的問題 但是要小心蘆薈它可能會降低你的血糖 那麼所以如果說是患有糖尿病的 你可能會口服蘆薈 但是口服了之後也要特別的注意監控血糖值 也不能太低 再來看的就是這個所謂的便秘的問題 可能也可以獲得改善 但是如果你有腸躁症的人 你服用到蘆薈的話 那恐怕也得要特別的當心了 但是還有一點我們要講蘆薈的話 它當然除了有外擦的也有口服的 那麼口服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有些人就不適合了 比方說是誰呢 像是孕婦還有正在哺乳期間的產婦 你都要特別的注意要避免喔 那麼另外還有就是正在服用其他的藥物的 對含蘆薈物質會過敏的 甚至是要動手術的前兩週 那麼也不宜來服用 還有就是患有其他的疾病 包括像生理系統有失調的患者呢 也要特別注意喔 這些都是在口服蘆薈的 要特別特別當心的幾個重點 不過呢當然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專業的部分 我們特別的就針對這個蘆薈到底對於皮膚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獲得有效的改善 這一點我們趕快就來請教 這個專業的這個長庚醫院的皮膚科醫師 黃醫師來為我們解答 黃醫師妳好 你好 主播好 好 剛才我們所提到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以港新黃秋生這樣的一個案例 蘆薈是真的可以治牛皮險加濕疹這個問題嗎 一般來說蘆薈我們比較常在臨床上使用 它有點保濕的功能或是鎮靜的效果 所以當然如果是保濕鎮靜的部分 它應該有些功效 但是我想以牛皮險這樣不容易治的疾病 它應該是因為裡面要有用的成分 而不是單純的蘆薈有造成的效果 好 那麼如果說使用蘆薈的話 那麼大概多半是 我這樣來講啦 就是什麼時候最好來用蘆薈 我們知道甚至都有民眾是自家在種蘆薈的 那麼除了保濕之外 還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適合來使用蘆薈的呢 其實我們要很小心 如果是單純的蘆薈的植物直接來敷 要擔心可能會有過敏的情況 因為它裡面不只是有蘆薈的成分 還有其他的成分 所以我們不建議我們的民眾 這樣自製蘆薈來這樣做 這樣其實還是有它的風險在 但是一般來講我們在房間 可能可以買到一些蘆薈膠 當然這些蘆薈膠有一些鎮靜的效果 可是我們要提醒 因為通常它是膠質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反而會越差越乾 所以它必須要小心的使用 這只是單純的蘆薈膠 它還是很難達到保濕的效果 還是要擦有一些保濕成分 有鎖水的功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用蘆薈的話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比方說不適宜的一些禁忌 或者是說哪些人比較不適合 像您剛剛所提到的說不要直接來敷 那是不是要過敏的體質的人要特別小心呢 對 第一個如果說是植物直接敷 那我們是建議絕對不要這樣做 但是如果說是已經做成成品的蘆薈膠 除非是如果說是皮膚敏感 像抑衛性皮膚炎 或是皮膚比較敏感會泛紅的 有時候因為怕要擦了之後 反而有的時候凝膠越擦越乾 那這時候我們就不建議這樣做 好 謝謝你黃醫師 特別用專業的角度來給大家來解答了 這是針對蘆薈的部分 提供給大家參考